今天是4月8号 现在是下午的开盘时间 今天的A股又跌了 跌的比较多的方向 仍然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个方向 科技类当然还有医药这一块 刚刚有朋友问我说 阿阳科技类是不是这一轮的行情结束了 包括华为 包括人工智能 包括机器人 包括AR这些方向 调整杀跌我们能不能去抄底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科技方向做一个技术解读 在讲之前 比如去一波888支持一下 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说这些科技板块个股掉下来 你敢不敢去做一个低息呢 比如说华为 今天跌幅是目前比较大的 跌了两个多点 然后今天再次逼近了六层均压线 那如果这个六层均压线附近 跌到这个位置的话 你敢不敢去低息呢 你敢不敢去抄底呢 从技术方面来说 他近期出现什么连续的调整 但是这个调整过程中 你发现没有他并没有放量 缩量调整 其实我觉得缩量调整并不可怕 那有人会说 对吧 这里缩量调整 那会继续调整 其实 你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呢 他是在上涨过程中的一个调整 那么 就算这个位置 他调整下来了 后面他也会有一个机会反抽反弹 那么你就要记住 后面反抽反弹的话 又没放量 如果后面反抽反弹 一个大阳线 广量突破的话 那就是新一轮的上涨 如果他反抽反弹没量的话 那么你逢高减仓逢高撤退就行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在这个位置 可能会出现一个震荡的行情 也就是说反弹无力 那么跟风盘就不足 很有可能再次冲高回落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细节 但是从技术方面说 我觉得科技方向 华为这个方向没走完 接下来如果说再次调整 再次往上压的话 那仍然是值得大家注意和重视 仍然是机会的 当然这个机会只适合 一些高低切的一些方向 你比如说今天的华为 有多支票是涨停的 那么你看一下这些涨停票 你是不是都发现一个特点 你比如说一通 是不是今天第一个版 突然起来了 还有这个紫鉴通了起来了 论和 包括网通 包括这个什么 运轮控股 还有这个长商百名 东方嘉盛 这些都是大涨的或转停的 但是我发现这几个票 都是属于什么 第一位的票 今天突然放量起来的 这个就是什么 叫补涨 还有像这种就是前期的人期票 出现补涨 对不对 所以这种的话就适合那种潜伏的 当然难度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今天之前 你也不是他会大涨 是不是 所以这种就靠什么 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有一些票他还是什么 还是人际比较旺的 你 我前面跟大家讲过 找一些人际票 找一些潜线龙头票 调整到位了 都第一位去潜伏就好了 这截着策略 这个思路是没有变的 所以你按这个策略去的话 这个范围就缩小了 对不对 范围就缩小了 好 但同样的 有什么 有市场涨的 就有下跌的 具有利空的 那么怎么理解 再看后来有多支票 跌幅是10个点 像你比如说像这个思权 思权今天跌幅是比较大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思权它是属于什么 我感觉有点一步到位的感觉 对不对 前期你看这里出现一个平台震荡 那么它为什么涨 这段时间为什么涨 是因为什么 AAR手机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它是AR手机里面的一个人气票 那么这里的话跌了下来了 对不对 正常前回价一些做趋势的 他就会想到这30天均价线 我是不是可以把握去做个低吸 从技术方面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这30天线是吧 守不住怎么办 守不住的话 它就奔着下面的60天线 所以朋友们做趋势的 如果说这30天线位置去潜伏低吸的话 你待守不住的话 往下测的话 可以考虑先撤退 这个也是没问题 大不了就做个一两个点两三个点止损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万一这个30点 这里你想这里守不住 跌往下跌跌60天线 可能这个什么下跌幅度还是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30天线附近就是什么 78块钱上下对吧 你像60天线的话 60天是多少66块钱 那就还有十几块钱 十几个点的跌幅 所以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以强支撑位以为重点 除了这些之外 你看还有什么 像这种的话就不要看了 趋势往下压的这种 就不要去轻易的去博弈了 整个来看 华为方向的话 我觉得目前 这些底部调的比较充分的 技术面整好的 以后放了以后的回踩就是机会 所以大家按这个策略去 按这个思路去是没有问题的 刚才讲的前面那几个上涨的涨停的 我们需要重点是什么 看他谁会晋级 就比如说今天有多支票大涨了 涨20厘米的也有是吧 涨10厘米也有几次 那么明天谁最新晋级 谁最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领腾羊 这个是短线选择应该注意的一个细节 好除了华为之外 大家关注最高的一个方向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 还有机器人方向 大家看 一样跌了 其实它走势跟华为概念差不多 对吧 跟华为概念的走势差不多 你后来我们可以发现 它近期刚好也是什么 往下压跌破六升线 从技术方面说跌破六升线 那就什么 下面的支撑就破掉了 破掉就继续往下压的概念是比较高的 所以 大家记住 如果说它继续往下压的话 往下压的话 他中如果出现急跌的跳水 那反而是机会 就说突一下子急跌放 急跌往下压了 那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 单增探底的动作 很有可能出去单增探底 那就是大家一个机会 这大家说注意的 思路和华为一样的 有没有走完 我就没走完 只不过是短期处于一个调整 那么调整后是为了什么 为了更好的进攻 所以我们需要等待它调整结束后的一个新的进攻 个股就更加好办了 个股的话 历史上涨的就是我们的重点 你比如说今天它调整 但是今天有多的票是什么 是上涨的涨停的 那么像这种内心的票就大家要注意 当然也并不说加大去追高 你像这种票前期是吧 调整比较充分 通认一些拉个大阳线 拉大阳线怎么样 正常情况下 我就什么 大阳线附近的话 我就考虑什么 考虑减仓了 那么考虑测推的 为什么 因为获利盘的 有获利盘我就考虑测 那你像新明的话 这个是属于前期人金票 回他的一个反抽 包括这个新新网 内民 包括这个智威 这些票都是属于一个什么 底部的一个反弹涨停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在这几个票里面 其实很多是属于叠加的 刚才的东方加盛也是叠加的 对不对 华为 所以这几个票里面同样的 今天涨停的票 对吧 明天实义进去 明天实义最先 怎么拉起来 对对 我们就注意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龙头就在这里面产生 所以这些票才是我们的重点 很多人喜欢去什么 很多喜欢去追热点 很多人喜欢去追高 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追 经常追错对吧 一追进去去站稿 其实说本来就是什么 你对龙头的把握不足 我们一定要记住 龙头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什么 有身段优势 身段优势就是什么 很有可能它是这个板块里面最高的 就是比如说人家是一板二板的 它偏偏是三板四板对吧 他一枝独秀 那么他很有可能就变成龙头 就比如说我在昨天 给大家讲过了黄金里面的一个龙头是谁 来生 大家看一下他是不是很强 好 另一个是什么 他有人气优势 人气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票 是吧 观众的人比较多 量能放的比较对吗 比较好 那一旦他出现几跌几撒了 就会有些人去什么 去抄底去兜底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方向来看 就比如说像长沙百名 长沙百名 智威 包括玉能 包括东方嘉盛这几个票的话 还有什么西民自通 这几个票人气都是比较旺的 就是说资金光租度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们都有可能被什么 被资金给顶起来 那么谁会最经脱颜出 这个就真不知道 因为手绑的话 你去猜谁会什么 谁会成为龙头 这个把握性是非常低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一定要留意的 好 同样的原理 前排也上涨了 也大涨的 后排同样有下跌的也大跌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避开这些下跌的 避开这些大跌的 尤其是前期跌幅比较多的 什么 这个涨幅比较多的 近期还是要小心 还是要保持理性 这是大家一定注意的 好 又说起大家对于科技这一块 我说近期 关注度最高的应该是这个 因为有些人跟我说 哎呀 这个低空经济 前段时间很强 现在回产了 我到底还能不能去 然后我们来看低空经济走势 一说起低空经济 其实这里有一个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 那低空经济的话 它的近期是属于回踩的 那么回踩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 它的趋势是属于什么 时间线附近 那么时间线 你看 在这个情况下 它在第一轮调整上是跌后时间线 那么跌后时间线 按正常情况下的话 它往上什么 往上反弹拉起来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 该减仓该撤退了 你看它现在继续回踩 所以这个回踩过程中 另外我们要注意不能盲目轻易的去参与的 为什么 大家看这里 前面经过一波大幅度上涨后 回踩后的冲高 以后我们看高位出现什么放量了 这个位置就存在的出货的现意 就存在出货的跑路的一个现意 所以你这个时候去追高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就什么 很有可能就会高位站岗 高位接爬 对不对 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是 我说这种类型片 大家短期还是要注意 暴涨后的高位放量 大多数情况下容易什么 容易出货 那么你去参与的话 就很容易在高位去接爬 当然也并不是说没有机会 我们要等它调整回踩 它有可能回踩到二色线 也有可能回踩到三色线 所以这个回踩回到哪里去 目前来说还没有明显的一个信号 因为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那样的虚似说是什么 从高位到低位在说进来 但是它回踩的空间潜力还相对说偏大 所以在操作上面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至少 至少没有回到所谓的奥生线附近的话 它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压力的不说压力 回来比较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力度的回踩力度的 这是大家注意的 好 我们个股 大家看今天大涨到上涨到值得是吧 值得静心和荣锐这些 那么这些的话 你发现没有 除了静心表现比较强势以外 走出一个趋势上涨之外 你像荣锐这种去属于 属于a字杀后的一个超跌反弹 对不对 像这种类型的一片 对吧 你可以博超跌反弹 博它反弹吃完就跑 这个大家注意的 但是你不能盲默去追高 而是要保持理性 还有你看像经纬 像远通这些 其实表现都是比较弱的 这里再一次来提醒大家 低空经济这一块 前线人机票 调查比较充分的 保持不跌的 或者说跌的比较回踩比较充分的 那么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注意的 可以重视的 后面回踩结束后 还有可能再走一轮 再次上涨 这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当然短期暴涨的 涨幅非常之大的就不要去的 你去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去接盘的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去去站岗的 这个给大家提个醒 你比如说下面 这个票在周五的 这放假前我不是跟大家讲过 突然一下子拉起来 拉一个掌停板 这里是属于什么 一个地天板对不对 当时我跟他说这种内线人票 他其实就有两个结局 第一个结局是什么 就是一个大舱腿拉起来 一个弱短墙突破 对吧 第二个结局就是什么 直接横按钮 你看今天这旁边就是直接横按钮 所以在操作上面 如果你在这位置最高的 我估计现在是哭晕在厕所了 对吧 想出都出不来 你像在在节前这里跌停板 他进去了 收盘是涨停 涨20厘米 2022 然后当时可能很多会说 太高兴了 太兴奋了 今天就给你当头一棒 所以这种类型的票 大家是一定要 注意的 我常常跟大家讲 一字板的票要保持理性 要保持谨慎 对不对 好 除了这种类型的票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高位的 也是需要注意的 整个的科技方向 重心还是在AAR这个方向 那么AAR前期的人机票 主要集中在什么 主要在这个票 比如说工业互联 比如说中科手工 比如说科大逊分在一票里面 大家看像工业互联 这种类型的票 对不对 他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回踩的动作 所以他没有骑稳 像这种票 我觉得短期没有回稳 骑稳之前 这个方向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但是从近期走势来看 他回踩的也是算是比较充分的 所以今天上涨的话 如果在这个位置能够骑稳的话 迎来一个什么强势反攻 强势拉伸的话 这一轮调整大概就结束了 包括前期也跟大家讲过的 比如说中科曙光这种类型的票 对吧 你看近期今天再次出去翻红 但是他走势是明显的调整的走势 还有人跟我说 中科曙光我套座怎么办 我说中科曙光我怎么会套出来 他说我这就在高位附近追进去 那追进去 我真的是无话可说 我对这个票 我这前期跟他讲过对吧 前期他的位置 是不是前高附近 我强劲很多是前高附近要检仓 撤退跑跑跑对吧 那你这个位置还去参与的话 那这里调整你不就套住了吗 那后期会不会走上去 后期肯定还有机会 但是需要时间什么时候反上去 什么时候拉起来 这个就不好说了 在抽策上面 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 包括科大逊飞正能票 对不对 科大逊飞正能票的话 你看近期的走势 明显的也是一个回踩的走势 那么有人会问 这种票怎么理解 其实这种票其实好办 回踩到支撑位附近 对吧 或者说低点附近 这个叫强支撑 这个叫前提低点 反正这两个位置都是可以考虑的 那么其他位置就不能听的去追了 不要听的去嘴了 去顶了对不对 这个节奏这个策略这个失落就没有问题了 综合整个市场来看 这个科技方向 我觉得并不是结束 这里的回踩主要是因为前期涨的比较大 获利盘比较多 尤其是A压方向 获利盘比较大 那么回踩结束后仍然是一个机会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